我這條影片拍的就適合適了 第三次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第一次 我拍了整條影片 進了電腦 為什麼沒有聲音? 死了 原來我關了收音 然後重拍 配音不行 我怎樣配V.O? 如果配V.O的話 我不知道 隨便吧 氣死我了 為什麼剛才第二次呢? 為什麼會自動對焦呢? 因為你們有時看我chic track的影片 不是經常聽到咦? 因為這部機器每次自動對焦的時候 就會發出咦? 就變成大家聽得很辛苦 我也知道大家聽得很辛苦 但我沒有錢買機 又不知道買哪一部好 算了 我拍過了 我不想大家耳朵受罪 這次這條影片就是台灣靠蜜樂分享 台灣的屈臣市和香港有一點點不同 香港的屈臣市 就算有折折的時候 所有開架的品牌都是沒有的 但是台灣會連開架的品牌 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是有折扣的優惠 很多時候都有折折的 通常都是9折或8折 我拍的時候是77折 所以很多產品都很划 在台灣來說 Mischa是一個開架的品牌 是折折在香港很多很多的 如果大家去台灣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品牌 之前推介過的一個 蝸牛的臉霜 還有一個魔牛的面霜 還有一個蝸牛的眼霜 去到那邊買都是折很多的 我記得香港是敢買五百多元的臉霜 在台灣好像買二百多元而已 蝸牛面膜 這個跟我剛才那個不同 剛才我推介的是 蝸牛的睡眠膜 是一個高狀的面霜 那個我是推介的 但是這個呢 它真的很划算 當時買兩盒還有六折 一盒裡面有五塊 一盒大概三十多元左右 超划算 但是這三十多元我都覺得自己虧了 因為我買了六盒 還是四盒呢我都忘了 我敷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它超沒用 它是沒有用 它那個面膜不夠貼 精華好像全部慢慢緊 慢慢緊 只是濕了一塊面霜就算了 敷完也不覺得自己皮膚好了 還有 不舒服 那塊面霜的紙質很差 總之整件事我都不喜歡 我覺得我這百多元 當我買了四盒 這百多元我也覺得自己浪得不划 其實沒有買 就算有折到幾盒也沒有買 蛇綠面膜也是Mischa這個品牌 我期望它的效果會好一點 不過我還沒試 這個貴一點 五十多元一盒 十塊塊也要 我希望它不要太差 DOTAWU的產品在台灣買也是比較划 不過它沒有Mischa那麼多 它是便宜一點 不過幸好我有折 所以這裡一盒三化 一百七十多元 是便宜一點的 一百七十多元的安置 大概六七十元左右 不過它的效果真的值 它的保濕效果真的非常好 這個是保濕涼白的面膜 涼不涼白呢 通常我每次敷完面膜 我都會白了 普通面膜我都會 都會亮白了 正常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保濕效果真的不錯 我之前也有推介過給大家 不過要我買了一盒 因為我打算買了這麼多Mischa的 鍋牛麵膜 我就不用再買這麼多這個DOTAWU 我現在很後悔 寧願加幾十元買多一盒 DOTAWU好過買了這麼多 無用的鍋牛麵膜 除了DOTAWU和Mischa之外 這個牌子大家去到台灣的Watson 一定要站久一點 就是Sovina Sovina在香港買 是一個專櫃的牌子 但是去到台灣也是一個開架的牌子 它真的便宜很多 我朋友有用一支 碰油的primer 是妝前妝後用的 它在香港買要200多元 但是去到台灣買 就算它還沒折 都是400元的台幣 只是要100多元 即100元左右 再加上它有折 是70多元 真的值得很多 我不明白 為什麼台灣買便宜這麼多 香港買的要賣這麼貴 不過我就不是Sovina的粉絲 加上我家真的很多東西 如果我家不是那麼多東西 我應該也會買很多回來 不過我就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買到 買了什麼呢 在Sovina就買了它們 因為這個是我姐姐指定叫我買回來的 是一個防曬來的 我在Counter試過 又真的挺水 挺容易推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支回來 它這支就是清空爽型 我這支就是滋氧型 它們兩個都是防曬來的 我還沒試 我還沒試 我趕了我試不及了 是不是 我試完 覺得好用的話 我可能會在這裡說 或者去我的Facebook或Instagram 大家快點追蹤我的Instagram 如果有興趣知道的話 然後又是一個值得大家 站在這裡多看兩眼的牌子 就是1028 剛剛介紹的三個牌子 香港都可以很容易買到 但是這個1028 在香港暫時都沒有開架 或者專櫃 如果大家想買它的東西 就可能要去一些 買台灣水貨的店 不過我覺得它們的食髓 就有點心 我平時就算想買 我都沒有買到 去到台灣 它是買499台幣一盒 大概是130多元 加上我當時買有七七折 變成100元也不用一盒 真的超划 我買了三盒也不用300元 真的很划 我當時想 不要買那麼多 家裡那麼多 買少一盒 但欠幾十元算 買一買 三盒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只可以買一盒 你就買這一盒 朱古力這一盒 因為的確 它裡面的顏色 是比較實用 而且我覺得它是最漂亮的 它的顏色 真的偏朱古力 它下面還有兩個掃 我拿了出來 因為它不停掉 我拿給大家看 這樣吧 三盒的包裝 其實三盒都的確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就是朱古力 然後這個就是 拖肥糖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 是不是呢 我也不知道 然後還有粉紅色這一盒 Macarone 我自己的包裝 我比較喜歡粉紅色這一盒 不是因為我喜歡粉紅色 就是因為它的圖畫好像復古一點 我喜歡一些復古的東西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粉紅色這一盒 外表多一點 但是粉紅色這一盒的內涵 就是它的顏色 我就是覺得它在三盒裡面 比較一般的一盒 因為它那個顏色是偏粉紅的 我自己是不太喜歡一些偏粉紅的啡色 三盒的顏色就是這樣 不過呢 我還未捨得黑花它的顏色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這樣看這個樣子吧 1028的遮瑕膏 這個是這樣的 你看到 兩邊可以自己混色用 一個用來調整顏色 上面還有一塊鏡子 我覺得這個也挺方便的 但是我還未試它 我當時在專櫃 不是在架裡試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質地也很推的 也很滑的 那個遮瑕度都OK 質素如何 等我真的試清楚 試真了才告訴大家 台灣呢 其實跟香港都一樣 看到很多韓國的化妝品 護膚品 聲稱韓國來的衣服 韓國的食物 還有到處都是刀面針線 真的很多韓國的東西 我都買了一樣韓國的產品 就是這些胭脂水 我踩手背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你看到擦開了之後 就真的好像我的皮膚 紅了 好像我這裡敏感紅了 顏色真的很自然 所以我也買了 加上我的價錢也不貴 眉粉 這盒眉粉 是林小B BVLM 叫我幫他買的 所以我去到台灣Whatsons試的時候 第一件買 第一件納落腩的 就是這一件產品 我都知道他已經用了很多年 買過很多次了 我相信應該是不錯的 價錢也很划算 290元台幣 當時還有折的 好像折了50-60元 專科的BB Cream 這支BB Cream 我平常會用到的 我覺得在這個價錢 這個開架品牌的BB Cream 這支是最好的 質地很薄 很夠滋潤 我又不會覺得它很厚 上兩層真的可以滿足我 它的質地是很接近粉底液 而且它有41度防曬 它上面寫著肥皂 即可卸除 但我怎麼都會用卸妝水 或者卸妝油卸的 這個質素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我去到台灣的時候 它還抵 60-70元 所以我都買了兩支回來 專科的防曬 這個防曬 我自己沒有用開 沒有試過 不過我知道很多 無論是香港的Youtuber 又或者是台灣的Blogger 都非常推介這支防曬的價錢 所以我都買了一支回來試試 希望它也是便宜又好用的 推介好物 我試完再告訴大家 地點就是巴黎草莓 我經常都聽到巴黎草莓的幾個字 香港都有 但我從來都沒有去過 台灣呢 我去到西門町看到有 就進去看 但去到之後 我反而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我覺得也沒什麼特別 又不是算很多 又不是算很特別 那些東西 又不是算很便宜 但我也有買到一些東西 首先呢 就是永和三美人的粉撲 Etohouse的止汗膏 這個是在巴黎草莓買的 買的是290元 219元的台幣 我看到它的樣子很可愛 味道還不錯 青檸味 我自己家裡用了很久 是時候要換 所以就買了這個 因為我不喜歡用噴霧型的止汗劑 我比較喜歡用茶的止汗膏 所以就買了這個回來 用來磨嘴唇死皮的磨沙蜜 是一個Honey味的 它的牌子是Angel Key 對 樣子就是這樣的 類似一枝潤唇膏 那樣 它出來的味道 真的超級Honey 超級像真的蜜糖 你塗了嘴裡 感覺就好像塗了蜜糖 再塗了些砂糖 那樣 它是這樣的 一粒粒的 大家塗了嘴裡之後 就 撈一會兒 敷一會兒 然後就可以磨唇了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 我有試過更加好的 不過它價錢也不貴的 四十幾元 所以大家都可以買來玩一下 嘩 真的超級香 超像蜜糖味 花蕾的潤唇膏 不知道大家記得有沒有我說過 這個潤唇膏 我覺得它是好用的 但是 以它九十幾元來說 我就覺得不值 所以 我自己 就應該不會回購的 不過 外到台灣 它只是買三十幾元而已 它是買三十幾元而已 我不明白為什麼 香港可以買到這麼貴 可以 那麼 它有 韓玫瑰味 一個呢 就是 Mocca Rose 蛤 那就是咖啡味 這個 蛤 我買的時候 我以為它是玫瑰味 沒有看清楚 蛤 不知道什麼味 會不會怪怪的呢 那我 現在試一下 朱古力味 我聞不到有玫瑰味 那為什麼它要這麼大的花在那方面呢 還有粉紅色呢 唉 唉 糟了 這個就是有一點點薄韓味 接著 夾一點 玫瑰味 這個味道也不是很夾的 其實 有點像藥油味 不過OK的 這個 但這個真的不OK 朱古力味 我不喜歡塗朱古力味的東西在嘴裡 我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我Facebook的下次公布給大家聽 免得浪費了 對不對 是貼 貼完之後 再塗多一層topcore在上面 我當時買 是有很多格格的 就是一張紙裡面 有很多格格格格的 但是呢 就只有這幾款 我懷疑應該還有其他 如果有超能讀工隊就好了 我很喜歡拍小聰果家人的 SOLONG的眼影盤 都是在巴黎草門買的 裡面呢 有8隻色 都是大地色的 但它跟剛剛1028相比 它的顏色就會透一點點 沒有那麼顯色的 顏色沒有那麼實的 但是呢 它是超級閃的 它裡面是有很多閃粉的 而且它的價錢是超低的 不用50元 就是我這一盒 一個日本牌子的Mask 我看到它 放在多眼的位置 而且挺有趣的 一包裡面有7塊的 我沒試過這類的Mask 我就買了100和1粉紅回來試一下 另一款也是因為它放在多眼位置 兼且它的名字挺有趣 叫做 Hey! 蘋果肌女牌 的Mask 所以我就買了4塊 兼且它買了送1 有兩款 醬薄薄這款 就貴一點點 它上面寫著 雷絲Mask 這裡有一些Lazy 我應該是Lazy的Mask 即是它網的Mask 另外這兩款 應該是普通料 最後還有這兩款 都是因為很便宜 擺在多眼的位置 我就拿了兩款回來 The Balm 這個是一個英國的牌子 我之前也有推介過它們的產品 一個是胭脂 一個是眼影 這個眼影 我很想買了很久 我自己有黃色的一盒 我本身也有這盒 這盒是我很久以前 在官網訂回來的 當時它們做半價 所以超抵 我還買了Hot Mama 和那個 我忘記了什麼 Merry 那個光影粉 它們全部都是半價 多有女性團購回來 超級帥 而且我沒有想過 它的質素真的 spike 真的超抵擢 所以我平日出去化妝 команд因為滑出ゲ品 還是會帶走這個 你看它的影� transitional 有藍色還有綠色 这个是紫色,这个真的超漂亮 这个胭脂同一个系列有很多颜色 它的颜色是偏向鲜色 所以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用一个比较松一点的刷 塗开一点会自然一点 不过它也是超级持久的 最近天气超级热又潮湿 整个妆很容易溶 有时我看到我的妆 到下午的时候 其实我底妆的部分是溶溶的 但我两个胭脂的位置还好得很好 所以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好 化妆品和护肤品都已经说完了 除了以上的产品之外 我都买了一些其他东西 就是蠟燭 今次没买香水 香芬蠟燭 这个是在永康街买的 它有专门店的 是一个外国牌子 专买香芬蠟燭的一个店 其实我不知道台湾有的 我知道外国有的 我曾经也想过 如果我去到外国的话 我一定会狂掃货进去 谁知道被我在台湾发现了 所以我就一买买了 1 2 3 4 5 还有一块点了 5块的香芬蠟燭 都挺重的 其实不过它的味道真的挺香 一个买了800多元 其实我也有一点赤赤的 一口气买了这么多蠟燭 不过它的味道真的挺香不错的 所以希望可以点久一点 一顶帽 一顶用椒的图案做的帽 如果你有留意开我的话 都应该知道 我逢见到椒 我都会叫它做椒神 椒神 因为它是我的保护神 一只椒是我的保护神 其实很无聊 因为以前曾经一个故事 那算了不说了 其实有少少废 不过我看到椒图案的东西 我会很喜欢 就会想买的 这个款式我觉得也不错 所以就买了 以上就是今次我在台湾买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有去过台湾 或者你开台湾 觉得除了我刚刚介绍的东西 还有更加值得入手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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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